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麦子学院,我是Steven 那接下来咱们继续来开始学习项目管理方言 在项目管理方言,项目实施阶段 我们需要学习那些东西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上节课所讲的一些内容 在上节课里边 给大家讲了一下在项目的实施阶段 项目计划中的资源冲突 第一个给大家下了一个定义 就是对这个项目的资源冲突下了一个定义 给大家讲了一下什么叫做冲突 紧接着又给大家讲了一下项目资源冲突的几种模式 包括那个人力资源的人力成本的这个冲突 就是成本费用的冲突 技术的冲突 还有这个程序管理上的冲冲突 还有这个优先项目优先权的冲突 项目进度的冲突 以及这个项目成员个性的冲突等 这些冲突 那了解到了这些冲突了以后 紧接着又给大家给出了自己的一个解决的策略 和建议 就是分别从两个方面 第一个就是从技术方面 这个也个人认为应该是一个比较好解决的一个方面 第二个就是在这个给出了一个在人力方面的一个 解决冲突的一个一个方向 好 那这个就是说在上一节过程课的课的过程中啊 给大家讲的啊 关于这个项目计划中的资源冲突啊 我们去怎怎样去解决啊 以及去怎么样去规范这样的问题的发生 好 好 那在这一节课里边啊 给大家讲了一下项目的实时阶段啊 外部页面的制作流程啊 一些规范啊 这个我准备给大家分成上下两讲来进行讲解 那 这个这一讲呢 主要就是涉及到一些编码上的一些规范啊 比如说这一讲呢 给这一讲 包括下一讲呢 会给大家讲到这个关于啊 html gis啊 以及css啊 这些东西呢 在我们项目中的啊 在我们项目中啊 我们怎样去给他定一个规范啊 这样的话 有了这个规范以后 那成员们都呃团队里边的那些成员们都去遵守这样的规范 那这样的话 我们整个项目的他的维护性啊 他的这个可扩展性可读性啊 就会大大的提高啊 再 好 那先看一下我们本节课的一个目的和介绍 我们本节课呢 就是学习一下关于web页面制作流程的相关规范啊 主要包括一个页面的呃 基本结构 第二个就是i16的一个降级说明 第三个就是浏览器的兼容性需要 第四个啊 就是文件的目录命名规范 那首先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代码统一规范的这么一个重要性啊 遵循这个代码规范的一个好处 包括三点 第一个就是降低出色的概率啊 有了这个命名的规范以后 那我们可以可能在这个项目的编写过程中啊 我们严格的遵循这个规范啊 那可能后续的这个一些函数的命名 不会和之前的这些函数呀 或者变量的命名经营呃发生通途 第二个就是我们能加强这个代码的可读性 那比如说呃 你用一个英文单词来命名这个变量 那我们读到这个英文单词以后 那我们就明白你这个变量所要表达的一个意思是什么 啊 这个就是加强代码的可读性 第三个就是提升团队的合作意识 那这个就不用多讲了啊 啊 我们团队里边的成员啊 我们都追都去遵循这么一个规范啊 啊 各个部门 各个成员各个成员之间都有去相互的合作 啊 啊 啊 这个是我给大家讲的一个关于代码统一规范的一个重要性啊 大家讲了一下重要性啊 然后接下来咱们看一下这个三四五六啊 分别就是页面的基本结构 二一六的降级说明 浏览器的兼容性要求和这个文件目录的规范 那我们先从这个页面的基本结构来看 我们来看另一张四维导图啊 这是我之前给大家做的另一张四维导图 大家看一下 先看第一个这个页面的基本结构 来看一下啊 这个由之前的web1.0的时代的table到现在web2.0的div加css 现在的这个页面结构是这样的 那熟悉过编码的同学们应该都知道啊 之前网页呢 大量的你比如说现在到很多老的这些网站里边 你去打开圆码 你看他的那个圆码啊 他都是用table去进行一些布局 那这个是web1.0的时代 也就是大概互联网刚刚兴起的那个时候web1.0 那最近几年呢 我们换成了这个web2.0的div加css 这样的话 这种结构呢 更加的清晰 也便于开发人员进行修改 这里边而已 我们引进了这个div加css 有了div 有了这个块元素 航机元素 这这样的一个概念 用css来控制他的一个样式 这样的话就是更加的方便我们 去进行做一些开发 和后期的一些维护啊等等啊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是我给大家给出的一个模板 嗯 这个应该呃 做过开发 做过写过前端 或者做开发的人啊 一眼就能看出来啊 这个是doctab的投信息 然后html 这个是hide meta 这是他的原信息css 这个是引入 我来看一下框架css 就是引入 而这css的加载 这两个都是一样的 可以多个进行引入 后来看一下他定的这个页面的一个规范 下来就是这个title 嗯 title的一个标签 啊 headheadhead 描了以后就是body body里边呢 我们刚讲了 我们现在是div class就是global header 它就是一个css的控制的样式 在这个body里边 嗯 那包含第一个div 它的顶部导航 第二个div div里边我们可以欠div啊 这里边欠了左侧的导航 还有这个主内容区域 div里边又包含了一些元素啊 比如说这个a元素p元素 等等 那这样的话 这样的我们去用这个div加css 那这样的话整个这个结构 我们来看一下 可能会更加的清晰啊 比web1.0 啊 时代的时候 然后那个用table 我们去做做布局啊 更加的清晰 更加的简洁啊 更加的方便啊 也实现了这个css和html代码的一个分离 我们去用的时候可以把它啊 用css 比如用css的时候 我们可以用那个have把它给引进来 去控制 这样的话 看上去更加的清晰啊 更加的简洁这个代码啊 这个是我们这个页面结构啊 的一个基本的一个说明 第二个就是说一下这个i16的一个降级的说明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来先来看一下i16 i16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东西 那因学过这个前端或者做开发做开发的一个人来说 i6呢 这个尤其是对前端的同学来说吧 这个是一个比较恼火的一个一个一个东西啊 那可 幸运的那幸运的是呢 是我们现在这个i16啊 微软现在也在慢慢的抛弃这个东西啊 也在不断的去升级这个东西 嗯 现在他现在最近出来的i1110 i11吧 可能就是慢慢的正在靠近这个w3c标准的制定 在这里面我我想给大家讲讲一下 那为什么就是说这个i16比较特殊呢 那这个i16这个浏览器呢 它是之前和这个微软 这个这个微软当时是一家独大啊 一枝独秀 他自己搞的这么一个好浏览器 他想要这个w3c的标准也是遵循他的这个标准 遵循这个微软他自己制定的这个一个标准 但是人家w3c标准这个没有去遵循 所以最后呢 在呢 微软凭借他这个在p随段的一些优势呢 就是 嗯 一些优势呢 这样的话就搞出了呃两套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浏览器啊 第一个就是这个i16 第二个就是w3c 比如说追寻w3c的这个标准的这么一些浏览器 包括 谷歌啊 chrome啊 谷歌里边chrome 还有 firefox 火狐 啊等等 等等一些浏览器 open啊这些 所以呢就是 呃说现在我们进行开发的时候 有的时候 就是为了这个兼容性的需要吧 我们会在i16上单个进行测试 这个是我们比较头疼的一件事 所以呢在我们这个 i16呢 这个降级里边呢 嗯 这里边给大家写了一下 来看一下 我们首先呢 不为我们不会为i16 专门写hack调整样式 那就意思就是说我们基本上就抛弃了这个i16 第二个就是写尾类hower实际上来控制滑过显示 与否i16直接显示不做滑过控制 这个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案例 第三个就是需要为i16单独写样式的这么一个情况的话 我们把样式写到给他写到一个专门的啊 i16的这么一个css文件里边 单独的去引引入他 看一下这个 这个不用看了 好 这个就是我们讲的第二点 就是这个i16的一个降级说明 现在呢 应该是微软 他应该是当时是绑 i16是绑定在XP上进行 我WindowsXP这个系统上进行操作的 现在应该大部分都用Windows7 那i16的话 它这个市场占有率也会 也比当年少了很多 所以呢 我们在现在做开发的话 可能不太会去太多做太多的考虑 对这个i16 像在我们那个公司部门内 i16基本上是被抛弃的 好 说完了这个i16的这个降级说明 我们来再看一下浏览器兼容性的要求 这个浏览器的兼容性要求呢 那刚刚我们说过的 来调整一下这个样式 刚刚我们是说过的 各产品的这个页面呢 必须严格兼容i16级以上 Firefox 3.0级以上 Sapphora 3.0级以上 Chrome 1.0级以上 Opera 1.0级以上浏览器 兼容性呢 指就是保证页面 在各要求的浏览器 浏览器下效果与功能一致 那现在在我们公司里边的i16的话 可能不是保证的特别多 主要就是说我们开发人员 或者公司的内部的一些人员 他们用的比较多的就是Firefox Sapphora也用的少 还有这个Chrome 主要就是这两款浏览器 Firefox和Chrome 我们一般是优先 不得出现原码乱码 一些代码乱码呢 我们就是现在统一呢 都是用这个UTF8 这个就是涉及到自负器编码的一些问题 如果有机会的话 可以给大家再去做一些 关于这些关于这些方面的分享 这个第二个就是 所有页面在各浏览器默认设置下 必须显示正常 这个就是一个介绍性的一个要求了 不得出现折航重叠 不能对齐一面混乱等 这个大家相信大家都能够理解 好我们来再看下一个 独立产品的浏览器兼容性 由各产品线自行定义 这个就是具体到我们公司自己的业务了 因为公司设计的产品线特别多 每个产品线 他所要求的浏览器的兼容性 浏览器的版本 你所要达到的效果都是不一样的 每个部门 每个部门都是不一样 跟别人说每个产品线了 这个就是在上面给大家讲的浏览性 浏览器 浏览器兼容性 的这么一个简单的一个要求 最后一个给大家说一下文件的目录规范 同样看一下 第一个就是 我们使用isvn进行文件管理和版本控制 这个是在最后完了的时候给大家会讲的一个 技术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点 就是怎样使用isvn的一些介绍 第二个就是 在同一目录下的文件数 建议不得超过1000个 这个我觉得应该还好 因为没有人会说在一个目录下就能建1000个文件 那这样的话你词盘去读文件的话 它得便利 这样的话速度是非常慢的 看第三个 静态目录名下只能有A到Z 0到9 中华线下华线 字符组成 组成 禁止包含汉字 空格等非法字符 这个一般 就是说我们自己用的话 你可以随便怎么借目录 但是如果说真上项目的话 我们建议不要出现汉字 空格 这些非法的字符 可能会导致一些 就是说莫名其妙的问题出现 这个是给大家强调的一个问题 第四个就是css 文件和图片必须有A到Z 0到9 字符组成 禁止包含汉字 空格等字法符 等非法字符 不能使用大写字母 这个是我们公司定的 其实不能使用大写字母 和使用大写字母 每个公司和每个公司的 定的意义不一样 这个也是文件目录的一个规范 看最后一个 html文件根据页面的功能 进行命名 可使用中文或英文 其实这里边我觉得 应该不能使用中文 只能用可使用只能用英文 还是建议大家用英文 中文的话可能会带来一些 比如说他字符 因为他字符 一个中文字符就代表三个字节 可能和英文还是不一样的 可能会给大家带来 造成一些必要的一些麻烦 所以我还是建议大家用英文去做 好 这个就是我们这节课要讲的一些东西 就是在项目的实施阶段 外部页面制作的一些规范 主要给大家讲了一下页面的基本结构 我们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规范 第二个就是IE6的一个将军说明 第五个就是浏览器的一个兼容性要求 我们现在对哪些浏览器的要求兼容性就特别的高 第六个就是这个文件目录的一个规范 这个就是以上我给大家讲的 这节课要讲的一些东西 主要就是具体的这个代码的规范上 我们怎样去做 来看一下这节课的一些内容 这节课就是复习一下 我们本节课我们所讲的一个小点 大家在课后的话 复习一下这几个小点 第二个就是复习预习下一节 还是关于这个外博页面制作的后几个标准 因为我这个标准可能有点多 所以我想给它分成上下两节来去讲 大家在课后可以去稍微的看一下 这个外博页面制作的后几个 也算是比较重要的一个标准 这节课我就给大家讲这么多 希望同学们回去以后 好好的完成这个 本节课的一个作业 那这节课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听与收看 好咱们下节课再见